很晚嗎?嗨 謝謝 謝謝皇冠 謝謝大家辛苦了 今天不是要上表演課 所以開了個直播 大家應該很辛苦吧 看我那麼久 還要一邊PK 晚上好 你們辛苦啦 不辛苦 晚上好呀 辛苦啦 很棒很棒 真的 本來我在那時候上課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說 說想開個直播什麼的 給大家看看我們的成果 其實我當時想的是你們在忙 其實有考慮說先不打擾你們 結果但是大家都在開嘛 然後就開了 就開了 嗯 對 真的嗎 謝謝大家 就是 就是 謝謝大家 然後 感覺你們每一次都很燃的樣子 所以我也 我也很開心 我相信你們 所以我 所以我 我一邊等待 一邊認真的演 對 我覺得 就是要投入認真 嗯 我知道就是很多人應該都沒有看我剛才的表演課吧 因為大家都在忙著對吧 我知道 嗯 嗯 認真的哭了 是因為大家 認真的哭了 是哪個認真的哭 是大家一起燃的哭了還是 哈 沒看 不看 你看了全程 嗯 沒有吧 看到我哭了 所以哭了 嗯 我的表演課兩個半小時 前面 其實我很緊張 因為開始直播 其實 都是非常緊張 嗯 嗯 然後不知道幹嘛 大家都坐在旁邊 然後我突然就被 叫到坐中間了 我 主要是 做那個 那個 表演課的那個 玩那個遊戲來了 太突然了 我的還沒 我的還沒搞懂要幹什麼 好多成員來看我表演 真的假的 真的嗎 後面有 有成員來看嗎 不是吧 我的媽呀 我給你看 誰嚇死我了 謝謝夜碟 嗯 一開始我放不開 我都不知道要幹什麼 嗯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幹什麼 因為感覺我就是要去演這個東西 有時候不是順其自然讓我去去去去演的話 我就不知道我要幹什麼 嗯 然後後來我們演到了一個 演到我們之前排的那個作品 我演媽媽說實 我就演 我不知道該怎麼演媽媽其實 因為 我沒演 就是 可能 沒那麼容易感受到媽媽的那個感覺 嗯 然後後來就演女兒嘛 其實 謝謝禮物群照 因為其實如果是演媽媽還是女兒的話 從第一節課到現在的話 我都是 我都是 自己會覺得自己比較適合演女兒的 對 所以 所以媽媽的詞我 總是記不住 女兒的詞我 我稍微還能記住 對 主演的是女兒 本色出演 確實 不是 沒有 對我演 我演女兒 確實啊 我媽以前就是這樣 不讓我唱歌 我媽就是 我媽跟 跟就是跟 這個劇本的媽媽一模一樣 她就是不讓我唱歌 她覺得 耽誤學習 不務正義 然後以前 讀書中考的時候也是這樣 然後 就是這樣子 就一直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那種平安不聽的 我就怎麼樣 我都要去學唱歌的那種 對 真的很像 而且 就說 台詞裡面有一個 說 從來都不懂我的感受 我也變不成她想要的樣子 對 我就是喜歡唱歌 你就偏要讓我學習 我就討厭學習 就以前就真的是這樣 就是感同身受 而且老師 老師 老師他很有 對他會讓你帶進去 他會把你給帶進去 其實老師後面的詞跟圓滿 就有一些出入或順序什麼的 順序什麼的 但是 就是老師會一直演 你完全沒有覺得很尷尬 對你沒有覺得很尷尬 而且你都知道你要怎麼做 這是下意識你就要這麼做 雖然我們一開始都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看到這種情況好像就是得這樣子做的感覺 老師很厲害 非常厲害 真的 老師是演話劇的 然後我有去話劇團看過他的表演 真的演得很棒 很好 對老師也有看你們的 老師有看你們的那個彈幕 因為他這個課很貴 這是我上過所有 比如說樂器 聲樂舞蹈課 裡面最貴的一種課了 對他看到你們的彈幕 超貴 確實很貴 對 對就是 沒關係 我買單 你們就白嫖就好了 當然要我們花錢 我們是 我們三個是 自願 就是自主 組成一個小 三個人 然後就 去跟老師學習 照老師學的 因為真的很想要學 學習這樣的東西 因為很想嘗試嘛 我對這個很好奇 老實說 因為我從來沒有我就是 這樣子過 對 是自己花錢 就特別貴 超貴 長期課 一次性交 公司當然不出啊 這是自己 自己想要學東西 那就得自己花錢 工資在燃燒 對 確實 嗯 沒關系 我們有意識就行了 人要學會自救 自己要有意識 嗯 所以我 其實我 就那個啥 我 對 如果有學表演的人呢 表演的粉絲呢 可以 其實也可以 聽聽老師說的東西 嗯 老師教的很好的 老師 那每節課 感覺 其實我上他的課 我 我會很認真的上 但是 但是我就是有點 老實說我心裡有點怕怕的 我不是怕老師 我是怕我自己表現不好 對 我是怕我自己 因為從第一節課的時候 我跟他們就不一樣 我就是那種 不敢說話 然後 就是 那種 你懂嗎 就是 很認真的聽 但是又不敢說話的那種 但是 可能也不怕別人笑我吧 眼皮厚 不是 主要是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確實 對我沒有接觸過這些 所以我完全壓根不知道 一直在玩手 對我一直在玩手 然後 然後 他說 我們完了之後 他 對他很會帶 真的很會帶 我們就 下課結束了之後 我們就去樓下買了水 我們就去 聊天了 我們就 我剛才抓的 他就問我剛才跟他搭戲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然後就說了 嗯 就是 即使老師不按了劇本來 有些 那些什麼 我說我都 我都完全不會出戲的 我就一直在那個狀態裡面 對 我就一直在狀態 有啊 我們不是還有一個姨老師在旁邊 反正兩個老師在 看著嘛 另一個老師 然後我們完了之後 老師就 老師就說 我演女兒演得特別好 他說 就 對 那段情感特別好 就 他就 嗯 然後說若曦演媽媽 對不起 注意一下 說若曦演媽媽演得特別好 然後我演女兒演得很特別好 就什麼樣 我就是女兒本兒 對 對 然後他們在裏調侃我嘛 然後說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表演老師說 表演老師說 沒事我今天特別喜歡他 對 那就成功了我 他們都在說我傻傻的笨笨的 那個 然後我們表演說沒有啊 我覺得他特別可愛 我特別喜歡他 對 然後怎麼怎麼 他說我今天表現的 他 後面表演都挺好的 對 呵呵 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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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找到感覺 我覺得我 嗯 對 好吧 下次上課就肯定就不開直播了 這個直播不是每節課都 都要都要開的 就是很難得的一次 對 我們平時就是這樣上課 不要去管結果 嗯 表演課其實真的讓我感受到就是 你真的要觀察身邊 觀察生活 對 而且 這樣子你才能 你才能 在生活當中感受很多東西 你才能 有時候 又運用到那個演戲當中 你才知道 嗯 嗯 可是現在的人 怎麼都是在玩手機 每天滴的頭 哪有時間看別人 就真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會發現你一抬頭 看別人手 人家都在滴的頭玩手機 哈哈哈 這是老師今天的原話 就很好笑 哈哈哈 老師說 你們要學會觀察別人 比如說 平時走路啊 或者是坐地鐵 要觀察別人 別老是低頭玩手機 然後你會發現 你一抬頭的時候 不玩手機 你會發現大家都在玩手機 哈哈哈 然後就變成 觀察別人玩手機 哈哈哈 哈哈哈 對吧 對抬頭那位肯定是因為沒電 我就是我就是 我甚至發現我手機沒電了 我都不知道該幹些什麼 我就很無聊 我會 我會覺得很奇怪 我就發呆 要不去看著別人 就要不然就看著那個沒電的手機 我會這樣 我感覺我什麼事都幹不了 就是手機沒 沒有 我手機沒電的時候 我真的是這樣的 我就 我不知道我要幹啥 完全太無聊了 無聊到一種境界了 我從來沒有試過那種感受 因為 我很少說 就是坐地鐵 沒電嘛 所以一沒電的時候 我就特別無聊 特別 沒有了生活 我覺得 唉 就覺得天啊 太無聊了 太無聊了 嗯 怎麼出戰 這個還是很簡單的 跟他說一下手機沒電就行了 你跟他記錄一下 下一次 下一次他就會 反正就是可以的 我忘了怎麼弄 不記得 不不不 直接跟他說手機沒電了 然後你說 說你是在哪個站出的 哪個站進的 然後你現在從這個站出 然後他好像可以幫你幹嘛來著 我忘了 嗯 可以 可以可以 你直接去找那個 找那個 售票的那個 那裡 對 我也不是經常有幾次而已 確實是沒電的呀 問題是 不會 他不會接我出電話 他就直接 服務台那裡 直接給我一個幣 或者直接讓我出去 因為如果你是用手機 用手機去 嗯 支付的話啊 你用手機 不是那個廣州城地鐵卡嗎 用手機去支付 你滴 滴進去 你不是進去嗎 你出來時候還是得滴 你不滴的話 你就進 你下一次的話 你就進不來 必須得讓你先付了 所以他就先讓你出去 他幫你算在這 你不用算 就是他系統自動算的 對 他是有紀錄的 等你下次來的時候 他會讓你 那裡提醒說 你沒有給 然後你必須要把上一次的錢 給付了之後 你才能 又重新坐地鐵 他是這樣子的 對 所以你是逃不了的 不管怎麼樣 嗯 有經驗 對對對 我又經常這種 幹這種事 所以你們手機沒電 也不要怕 你就是直接去服務台 跟他說明一下 你說你手機沒電了 你說 從哪裡上了 到時候他 你再坐下一次地鐵的時候 再結算就好了 有規定 下次同一站 不 呃 嗯 嗯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忘了 反正你 反正你找你進去 下一次再做的話 他就會 給的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 我就忘記了 要不然就是 你報手機號 我不是很記得了 他說你就可以線上支付 好像可以 就是你要給他支付 我記得有一次 好像是線上支付 他說會發一條 那個什麼短信給你還是什麼 我不記得了 我不是很記得 對 反正有很多個 那個 反正你們不用擔心 這種事情 沒電也沒關係的 你們不擔心 對 我們還是有電 嗯 嗯 其他地方不是嗎 原來這是廣州 小家放點音樂 好 聽小君的歌吧 隨機放 12點 我知道 放呀 放呀 嗯 那個你們今天發給我的那個網站 應該是他 應該是他可以用 但是 對 只是他裡面的歌 但我都不知道裡面是BGN 那些什麼背景音樂器 還是什麼 回頭再去研究一下 最近可能是沒時間去研究他的東西 不是很晚啊今天 今天 有歌啊 嗯 其實沒關係 因為我現在其實用不到那些 因為我已經想好了我的節目了 所以 上次B50 上次B50 河外的不可以 他只是在B50的時候賣了版權 問過了 再找都來不及了 我已經去 我已經找好歌了 就等待著我下一步的進行 謝謝夜點 生日 對我生日的歌 都想好了 我這幾天 我這幾天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寫名單 一直在 整套整套公演的流程 想到我真的 我第一次搞一個人搞這樣的公演 這完完全全就是我一個人去搞 從人緣 到他們每一個人的站位 每一首歌的人 基本上很多都不一樣 想到頭髮的綠了 你還要想服裝嗎 不說嗎 還要想 你來不來得及換 而且這歌風格都有點不太同 你的衣服 不能一樣 一樣就會很奇怪 所以就是 服裝問題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Solo會多一點嗎 就是在我自己的環境裡面是會有的 要協調非常多人 因為他們接了好多人的助演 我們那一個月太多主題生單了 大家都超辛苦的 特別是我們的助演都很辛苦 很鍛鍊人 確實 非常的鍛鍊人 你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 所以為什麼一直背不下來詞 算的是 這不能成為理由 因為我真的沒有放很多時間去 有時候做一件事 你真的是一件一件 忙的忙不完 然後你 你在同時 你還要去 額外給自己加很多東西 像表演 這東西是要背詞 還有你要去理解老師上課講的東西 對 就 很多事情 你沒有辦法 聖約課 老師給我安排 我都沒去上 我又沒辦法 我跟他說的 我實在是 沒有辦法再疼多餘的時間了 而且正好跟我的表演課也撞了 因為表演課是事先就已經約好的 老師約課是太臨時通知我們 但是也是老師的一片好心要給我們上課 但實在是沒有辦法上課 而且老師好像還有點生氣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了 嗯 因為還要去上很多其他的課 我還要 都是關於生日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都炸毛了 我整個人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謝謝蝶 對我跟老師說清楚 老師可能 有點 聖約老師可能有點 就是 覺得我有點 就是 怎麼說 就不上他的課了 然後就生氣 可能他就生氣了嘛 他就說了一句 嗯 沒關係 我把這個課留給想要上的人上 然後沒有安排你的課 然後我當時其實好難過 我當時真的一下就 其實不是的 真的他就 他就這樣說 然後我當時就很傷心 真的 我傷心 因為 我覺得 不是 就是 我跟他解釋了 我說 因為表演課是很早就 我們上一週就已經定下來的 然後他主要是他說太臨時了 他提前一天說的 我們都已經約好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對呀 然後我就說 我說 我說我當然想要學呀 我說我真的實在是 我想學我實在是沒辦法 我也想學 可是我真的 我分不了身呀 就是那種 就是我沒有辦法學很多東西 我也想學 對呀 對吧 怎麼這麼容易哭 主要是他說那句什麼 他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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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這個課 我會留 就是 我只會安排給那些想上的學員上 我在想說我也很想上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不要太在意呀 可是 唉呀 謝謝 但是我就說 啊 不 老師不是開玩笑 老師其實在發那句話之前說了很多 他說了很多 他說了很多 那種話 就覺得 其實不是那樣的 就是 真的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去上他的課 是真的沒有辦法 我沒有跟他說花了錢什麼的 我就說我要上表演課 已經 約是在這個聖約課之前 就已經 早就約了 在上一節課之後 我們就已經跟 老師已經就已經跟我們約了課了 而且最近我真的是 沒有辦法 我每天都在弄這些聖誕的東西 人緣什麼 那些 今天 還在弄 所以好不容易才弄好 熬了幾個晚上我才弄好的 我 我有時候覺得因為什麼事都要我們自己去做的話 真的就真的不行 因為我覺得你要做好多事情你根本顧不上來 不可能就是一直專注於一件事情 如果我專注我現在最急的是就是我的聖誕 我不可能再就是再去專注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覺得自己辦不到 而且我這個都沒有做的很好 就是我的聖誕 我給你見面 我不可能看 我還有一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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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微聽 SORRY SORRY 哎 我今天都苦了好多次 沒事我 我怎麼了沒事我沒事 就是 生活當中的小事 女孩子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 女孩子就是容易哭 沒關係 真的 女生不哭就不叫女生啊 我沒有見過男生哭過 老實說我都不知道男生 怎麼哭的 謝謝全帳 男生也可以哭嗎 哎呀我見的太少了 我想知道男生是怎麼哭的 他們為什麼要哭啊 那他們為什麼哭呢 沒見過就是那種傷心的哭 哦爸爸見過 給我媽媽吵架的時候 對 對 但不是那種哭 他就是很傷心的哭 對 你一次又一眼 不想睡的 時間 也不是哭就是 傷心 在我心裡面 我覺得 男生就好像就不會哭 好 本代你怎麼進來了 我沒關門 本代放大了他的雙眼進到我的房間 嚇死我了 本代過來姐姐這兒 來本代 會哭啊 我忘記關門了原來 他沒洗子 沒關係讓他待一會兒吧 會不會很傷心 真的 男子漢大丈夫 流血不流淚 記住啊 嗯 我覺得男生很嚴格 是因為 在我心裡面 我就沒 沒怎麼見過他們哭過 他們 是不是男生 心情不好 幹嘛 會喝酒 對吧 謝謝權杖 好像 我爸就是 我 我難過的時候 肯定不會喝酒 因為第一個我就 我不喜歡喝酒 我會幹嘛 我都是 我很多時候都是因為開心才喝酒 對 還有就是失眠的時候會喝一點點 真的 就是這樣 就是失眠其實我一般失眠會 我難過的時候我會幹嘛 哭啊 把自己 關起來 把自己 關在房間裡 然後 把燈關了 然後放著音樂 一定要放音樂 我是那種聽音樂 就更帶敢哭了 更帶敢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就 然後就自己哭 因為我要聽音樂 我要釋放 我一定要釋放 我就想哭 我要難過 我就要哭出來 我不想讓別人知道那種 我不喜歡讓別人知道我 我很難過的樣子 我要自己 自己哭 謝謝 就是那種特別特別特別難過的時候就是這樣 謝謝夜碟 會哭出節奏嗎 就是很抽氣 就是很難受的那種哭你知道嗎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是這首歌 我只是為了讀那個人 不是我 剛才有個人 救命 剛才有個人 說的那個人 說的那個字 我不小心 救命 啊 你為什麼要說那個 天哪 救命 不要打那個了好嗎 我真的 我下意識我就念出來了 我 我的媽 要救命 不是我不是我 平時 不是不是 平時不是這樣子 不是 意外 剛才只是意外 就是主要是我剛才是要複數 突然眼睛一瞟我就看到那個 不是不是 絕對不是 對 就是這個嘴瓢這個很 不要打縮寫了 對 對對對 哎呀媽呀 你剛剛聽到了 很正常 人都是會 就是會 下意識就不小心說一些什麼話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也是一個人當中生活當中那種狀態 我們要在演戲的時候記住這種狀態 你要知道就是你在演戲的時候 你時時刻刻你都會出現不同的 就是那個 那個語言 這也是人生生活經歷 記住這個經歷 記住這個經歷 就語無倫次的時候 對 這個時候你就會 對你要記住現在你的語無倫次 也是你的眼 就是你生活當中的一個經歷 對對對 嗯 反正 沒事 反正只要不上我床 什麼都好說 他上我床 我可能拿一百米的長大刀 追著他 我剛才臉紅了 我剛才都熟了 我剛才 然後我激動的時候就會很紅 別小了 好吧 我看 主要是太白了 其實是 沒什麼 沒事沒事 今天晚上十二點四十就關直播 我 我敷衍眼睛 好嗎 好嗎 今天是工作了 今天是做幾啊 今天不是周一嗎 那你明天要上班是不是 好 哦 周二了 下部就睡覺 嗯 記得 哪裡睡著 搬磚 嗯 記得真的睡 好 好 好 現在卸妝沒關係 我沒什麼好卸的 我這個妝很好卸 今天畫的比較淡就 就比較好卸 卸一下吧 沒事就 待會自己去卸 呵 怪小氣的 佳佳現在有偶像包袱 對啊 我現在有偶像包袱 你們在看我那時候 你們在就是看我直播 我開著直播演 就是從頭到尾的時候 老實說我 我超緊張 我心跳從來沒有那麼緊張過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在前兩節課我都不緊張 我沒有說心跳這麼緊張 我只是怕自己演不好 我只是怕自己演不好 然後你們在的時候我就 天啊 我好緊張 就很怕 自己 不知道那個時候 就真的很怕自己演不好了 原來被你們看著 會 真的怕 我就是 因為被你們看著 我就怕自己表現不好 對 真的 老實說真的是有這種開家總會的感覺 就是 想 就是怕你們說我不好 啊 啊 就很怕你老實說 其實怕你們笑我 呵 然後我發現我剛剛去看了也錄播 好多人笑我 哈哈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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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不代表笑 那代表什么 背书包向小学生 我演的是初中生 对 没有 Nano才像那个小学生 Nano像小朋友 哦 对哦 高中生 不是我说 我说初中生是我前面的时候 我演的是初中生 高中生 哎呀 没有说后面那个 剧掉他 他就是小朋友 那个是我的双肩膀 眼看着佳佳的口红越来越大 还涂不匀啊 谢谢 涂不匀了 知道吗 小G的版本 好听啊 你对春日春日有什么意义 不想听冬日啊 孤独一诗 我喜欢这首歌 春日好听 我也觉得 我听过 不唱 谢谢玫瑰花 谢谢刚才的礼物 谢谢刚才没有谢谢的礼物 谢谢 怕你女儿来了 没得绝绝 没想到家家听过春日是吧 大家听过 我们之前说要2.0的时候 我们私班就选了这首歌 没想到没有2.0成 对替代冬日 可惜了 看清楚 过去完成时 听过 忘了 过去 看到 来了 你有买吗 买了 小菊的歌我都会去支持的 小菊的歌我都会去支持的 我都会 trump 我都会去听过 我都会去听过 似乎 我都会去听到 但是我风味就会去看 这是小菊的歌 然后我天气 我都会去听到 要不要早點休息 哭多了還是 哭多了 我哭完之後頭就會很痛 不然等一下媽媽就要罵 不會啊 你們才不會罵我 我媽才不會罵我呢 我媽只會說今天怎麼又哭啦 然後我就會說我想媽媽了 我想你的現在是否天真不改 在一條的現在 在一條的緊張在一條 我說我想我媽媽了 我想我媽媽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聲音哎呦近一點 你們不是我的媽媽 是啊 你們想試就是 你們想試什麼 那就是什麼咯 反正 嘴找在你們嘴上 臉上 你們想幹嘛就幹嘛 嗯 嗯 嗯 我現在是否聽著不開 哼哼哼哼 待会儿我得去看看我的录播 我发现我把美颜 就是录播的时候 我是把美颜关了的 还是好模糊呀 下一场拍到是什么时候 二十多号 我们想好舞台了吗 我们想好了节目 当然还没有想好舞台 我们连巡演的还没开始排练 下周才开始排练 对呀哪有时间呀 我们这几天根本没时间 我这几天都在忙生诞 然后下周公司 就是我们才准备排练 下一周就是出发前四天 这四天我们集中排练 集训 然后就去到那边 19号回来 我今天问了 19号回来 回广州 回广州 排五天 只有五天的时间 排所有的歌 给大家排练 学习 然后就去上海 然后就应该是呆在那边 就很极限 这个还不算极限操作 最极限操作是因为我的节目 是没有办法提前回来彩排的 对 我的节目是没有办法提前回来彩排 是需要在三号 我们有一场特殊公演完了之后 我要在晚上 晚上结束完之后 晚上我要留下来彩排 彩排 彩排要整套公演 那天我基本上应该是绝对不用睡了 因为彩排肯定要对灯光 还有服装 你还换服装什么的 然后 对 我基本上我 我第二天就 我就准备好 已经总着上舞台了 然后 我反正我第二天就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忙 不用睡觉了 没法睡 他说没办法 就是他们说 公司老师就说 没办法 这个就是只能这个时候彩排 要不然你别彩了 就彩不了 彩意思就是说 必须要这个时候 因为还有特殊公演 我们也要学呀 特殊公演的节目也要学呀 也是新的 也是一些东西呀 对呀 没有办法 对我每次特殊公演 我都感觉自己忙得像个像 像一只狗 像一条狗 说狗都算亲的 狗狗那么可爱 那就希望 那就希望我们那天 三号早点结束公演 我就可以早点拍了 这样子就 因为我这个人 对自己的节目很严格 我要灯光 对吧 灯光那些什么的 还有如果有特殊的切镜 我还要得跟他说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三号 三号 是晚场 但是 啊不是三号 什么三号 三号 不不不 三号是 对我今天贴了双眼皮贴 三号好像是晚场 嗯 我我也希望是下午啊 我很希望是下午 不我去申请一下 不然我这个排练没办法 因为他给我安排的是 三号晚上排练 下午不能排啊 因为下午要排三号的东西 所有人都是 就是因为大家都去了 很多人 多数人去了运动会嘛 因为去了运动会 回来之后 是二号回来 但是我们是三号才排 所以三号那一天 基本上就是排练 四号我是晚场 我生日 我生日公演是晚场 对 我还有别的 反正就是 不是跟你们说 要早点来吗 嗯 白天排不了 没时间 嗯 对 我尽量让自己早睡吧 我知道你们是在意我的 嗯 我知道 我会让自己早睡 我尽量 尽量彩排一两遍 最多两遍 嗯 有腻头的话就一遍过好了 然后 生日环节的话 顶多就两遍 加上对灯光 加上对那些镜头 对 确实肿了就真的不好看 就是不能肿 不能肿着就好 确实 嗯 好了 那我就睡觉去了 拜拜 晚安 谢谢大家今天 拜拜 晚安 自己装去 今天 依旧是很棒的一天 盖章 你们也早睡吧 明天也 跟我一样 继续努力 工作 工作 好 他 《家装在前装》 是 6 我 你 i 的 什么 我 感谢观看